大家好,1月26日在香港有三組試集,和大家看看第一下早 第一下早集是1分11月35,時間算是正常的 只剩5匹馬試,最高分是電路3號,很健康的馬 1月26日,第一組千二例集開集的時候 稍微慢一點的那隻是黃衣,藍的那隻是穿羅快驅 其他慢慢移下來,黑衣外面是電路3號 白衣移下來的馬還有一隻智聖寶寶 接近800米斷柱,前面放出來的馬是標準猴王 第二位是外面美麗天使,第三位是黃衣、藍武 川河進區,川河快驅 後面兩隻黑衣是電路3號,白衣是智聖寶寶 轉彎的時候,前面放頭的馬是黃黑格衣 標準猴王,第二位的馬是比較近的 外面位置是美麗天使 中間夾著那一匹是川河快驅 在外面位置是電路3號,裡面是智聖寶寶白衣 最後300米左右,前面透出的馬依然還有這隻標準猴 但是大外檔的電路3號,上來的勢都相當好 中間粉紅袖還有美麗天使,麥扁黃衣 藍武就是川河快驅包著的智聖寶寶 接近終點,麥扁的標準猴王,看看能不能到 中間美麗天使,外面是電路3號 第四號就是川河快驅,後面第五號也不算脫掉的 智聖寶寶 這隻智聖寶寶真的不太脫掉,8.75 電路3號很健康,薑城都可以在外面追上來 9.25評分,應該可以再贏 標準猴王9分水準,71分 用周俊樂弄了那幾磅,很不錯 川河快驅8.75,可以好一點,還差一貨 美麗天使9分水準,但評分好像沒什麼優勢 看下個星期跑得如何 我覺得這組雜思最好就是電路3號,很明顯 看完第一組,看第二組 第二組集,1分11秒13,時間更快 最高分是62分的楚霸王 繼續試集來到第二組,泥地遷移的短途 開閘的時候,雪茄煙始終慢一點 暫時包到尾 吞下來神州時代,外面尾衣,紅帽那隻馬爾代夫 好,跑了一段路程 紅衣,前面佔先了的馬,就是快一步 在裡面黃衣,就是一隻明月千山 第三位綠色衣,楚霸王 後面四隻近的 中檔橙衫,雪茄煙,內蘭神州時代 最出紅帽,就是馬爾代夫 包到最後的馬,暫時是一隻黃龍司令 好,轉彎的時候,前面帶頭的馬是快一步 擠來了大約有一個新位 在他近邊還是黃衣,那隻明月千山 六三第三位就是楚霸王 在裡面有神州時代,橙衫中檔 背衣,雪茄煙 在他外面是馬爾代夫 包到最後,仍然是黃龍司令 好,最後三百多米 快一步紅衣,仍是佔先少少的 現在明月千山就按住 再看到中間是楚霸王 外面追上去是神州時代 雪茄煙,橙衫,馬爾代夫,美爾 包到最後是黃龍司令 接近終點,神州時代 押著那隻是楚霸王 快一步第三,第四是雪茄煙 後面三隻馬,內蘭黃衣,明月千山 外面灰衫,紅帽,馬爾代夫 一直在後面是黃龍司令 這組就是明月千山,好像退得很快 8.75 神州時代很輕鬆上來 這隻是PPG來的,ISG來的 拍賣會馬,9分水準 可能挺好馬的 黃龍司令,不要打算包尾,沒有走勢 但8.75,看到他出腳也有力 快一步8.75,去不到9分水準 還差一兩貨左右 雪茄煙慢閘,但起碼肯追 這隻馬總是這樣追一段仔 又是8.75,楚霸王 我想我給9.25 這部閘藥,真的很輕鬆上來 62分應該還有馬贏 馬爾代夫這部閘藥試得一般 好像力水上沒有之前那麼好,但8.75 好了,看完兩組集 看看第三組,這隻 連連歡樂,轉馬房之後初出的 第三組,1分02秒05,1050米 最高分有兩隻68分的馬 連連歡樂就是67分,轉馬房初次試集 好,開閘的時候,露露之星黃三不算很快 現在上一點 走下來,包尾那隻是榮木春風 前面那堆馬都快 最出的是連連歡樂 中間白鼻孔威武成全 好友信第三,中城區第四 後面三隻,露露之星 來南六三未二,二來風 最後一位是六三二來風 暫時退下來,包尾是一隻榮木春風 好,轉彎中間 前面是連連歡樂 智利咯,過幾身位 威武成全第二位 下過幾身位 第三位又好友信 再下過幾身位 第四位是中城區 後面三隻,露露之星 來南六三未二,二來風 包尾那隻是榮木春風 好,最後直路 連連歡樂都按著一仗 外面中城區 很肯定追上來 後面很有信 退下來 入面二來風 上一點 什麼露露之星 包尾的就是榮木春風 接近終點 連連歡樂 贏出這個大閘 外面中城區第二 威武成全第三 內南位置第四位 還有六三一隻 二來風 拍著他外面 有這隻很有信 後面兩隻露露之星 黃三 粉紅三 外面也追上一點 如木春風 這隻轉到馬房後 初次試襲的連連歡樂 九分水準 都是很合理的 剛才拍了上去 我覺得那隻叫做 無成全 無成全 全程在這個位置跟著 很好走勢 這隻馬 我會給九分水準 特別留意他 他好像進步了很多 很有信 8.75初起 中城區 我也想給九分水準 這隻Wall Command的PP 好像挺好馬 按著自己拉上來 但這組晚時間 九分水準 露露之星好像有點黏黏 不知是否要加個眼罩 我經常覺得這隻馬 有個眼部配備會好些 8.75 入面二萊豐 這隻52分的PPG 試得不錯 8.75 可以再好些 因為慢時間 我給不到九分水準 但很輕鬆走上來 後面的魚木春風 魚世不錯 8.75 這些馬長期拖 這堆馬都有些狀態 但要贏馬的可能是 年齡歡樂 單身長條頸自己跑 中城區 這些貨集試得不頑 算了8.75 同隻衛武承傳都是8.75 去不了九分水 如果我只給九分水準 這兩隻馬8.75 可以好些 二萊豐也是8.75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